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也先来看一下 X风波的最新后续 首先是引起孤立队有争议的 Apli成员依纳恩 3月8号,SBS电台透过立场文表示 电视剧MOMOTEX制作组与所属公司的协议下 决定替换依纳恩原本要出演的角色 目前该剧已经完成了60%的拍摄 但是依纳恩拍好的分量 将会由新加入的演员重新拍摄 也就是说依纳恩会退出这个韩剧 因为依纳恩是Apli对内知名度最高的成员 所以在这次的争议中 也是遭到了最多的指责 出演的综艺节目以及手上的广告代言 几乎也全部都被撤掉了 再来就是演员Paketsu 3月7号,也是最初被爆料后的第13天 Paketsu首次在IG发表了自己的立场 但是这内容有着很大的反转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自己因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 也比同学们大一岁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关于自己不好的谣言 在美国堕胎了,其实是没有去过美国 因为品行不好所以被留级了等等 因此也常常被同学们欺负 而转型后第一次欺负自己的人 就是现在一直主张自己是受害者的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的朋友们开始到自己的IG底下留言助阵 结果就引起了这次的XX争议 也就是说 一直以来主张自己被PaketsuXXX受害者 其实是欺负Paketsu的加害者 但是在Paketsu的发文之后 那位受害者也再次发文表示 Paketsu威胁了我周围的人说 自己一点都不记得对受害者们做过的事情 一直这样下去可能要赔偿100亿200亿 可以承担吗?在这里停止吧 然后再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哭着拜托了虚假证言 Paketsu把我跟所有受害者都做成了骗子 只因为我不是模范生 就可以把我当成是加害者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真的是受害者有这么冤枉的话 所属公司应该早就会公开你才是受害者吧 但是只是声明是谣言会提告而已 现在连加害者都站出来说有跟你一起殴打过 才发文说自己才是受害者 一直都没有一个护航的文章 在Paketsu上传立场文后 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同学们的护航文 到现在都做什么了呢? 啊 是才入账了吗? DRM都已经拍摄完成了 还与海外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出口合约 制作组跟演员们都好可怜 现在在韩国 因为Paketsu上传立场文后 真的出现了很多自称是同学的网友们护航Paketsu 导致很多网友们都不理会 甚至还嘲笑这些护航文 而且也因为目前发生X争议的演员 金吉苏 伊那恩 周平友都先后推出了电视剧综艺节目 所以现在对于Paketsu的网友们反应 真的是非常不好 不管是被造谣成受害者也好 被造谣成加害者也好 因为X争议是很难找的物证 所以只要有一边不放弃的话 真的会非常乱的 最后就是目前宣布 暂时停止所有活动的邀家阿姨的苏金 3月9号是苏金的生日 而在当天 所属公司Qube娱乐在官方SNS上传了 庆祝苏金生日的贴文 而就因为这个贴文 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现在这时候需要这样庆祝生日吗 看来Qube是不会让苏金退团了 真是 果然是有很多粉丝就能被原谅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都说了不是 只是你们不想相信呢 那个姐姐说要拿证据来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为什么要一昧的只相信一边呢 别的就不知道了 多数公司给旗下一人庆祝生日也不行吗 唉 对于Qube娱乐发文庆祝苏金的生日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罗杰新曲MB的惊人秘密 BlackPink成员罗杰将在3月12号发表新曲 并在3月9号公开了新曲的预告影片 而在这个预告影片里 却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罗杰走出来的这个很有Broadway风格的建筑物 其实是 韩国高速公路的一个休息室 大发太期待了 看来YG投资了很多 18说是在纽约应该也会相信 疫情过后这里应该会变成观光圣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